让苹果开始在我们的国土而非中国制造iPhone时,几乎没有人当回事,但它的胜选似乎引发苹果变心。 据报道,苹果已要求为其主装手机的两家亚洲企业苹果将生产发挥美国的可能性。 不过,正如苹果及其制造伙伴新知肚明,且特朗普将很快发现的那样,这绝不可能成为现实。 苹果的最初供给连包括一个美国车库,但亚洲迅速成为该公司增长的核心区域。 自苹果1981年,在新加坡设施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以大规模效仿新加坡的做法,发展出拥有世界级基础设施的产业群。 到2004年时,苹果已关停在美国的最后生产线,中国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工业中心。 虽然较低劳动成本和低限度的监管,是中国吸引力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其庞大且熟练的劳动力。 据报道,为了秋季上事前扩大iPhone 6s的产量,苹果的承包商曾预许年夏天招工10万,无论总统如何期盼,美国都不可能上眼泪似的撞观场面。 苹果高管估计需要8700名产业工程师管理,20万生产线工人。 在2014年,美国仅有7000名大学生完成该专业学习,相比之下,甚至拥有数以百万个工程师和劳动力。 这种生产与技术的高度,集中也是中国具备又一个重要优势。 苹果手机的部件大多产自组装线附近,这不仅加快生产速度, 还有利于降低库存需求及物流成本。 这是历经几十年才发展而成的工业生态体系,不可能被搬到美国。 美国人也不应该希望这么做,该生态体系已使苹果成为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企业之一, 支撑着200万个美国国内就业岗位,并使美国人能以相对承受得起的价格买到不可思议的电子产品。 此外,这还有助于一个庞大且热爱技术的亚洲中产阶层的崛起, 从而为美国商品和服务带来大量顾客, 倘若苹果被迫将生产线先回美国,所有这些都将消失。 其实,所谓美国造苹果手机,只是空洞的竞选承诺而已,最好是这样。 库克认为,特朗普对资本的操控,虽然算得上是挺迷人,但对市场体系和中国了解并不比他强, 如果贸然全部中断在中国的生产线,必然会出现极致把谈,打击苹果在国内市场。 要知道中国的市场范额,占据苹果全球的市场范额并不少。 如果是花大量的资本,再次在美国市场不担任工程本高, 设备仪器灯也是大量上升,而且中国的宏图计划, 中国制造2025已经启动,以后的行业水平谁也说不准。 按照历史进程,中国提出的计划,是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才会提出的。 长额奔月,国际空间站,北斗卫星,经济改革30年, 九年义务教育,包括中国制造2025,所以库克已经认清了现实, 只有特朗普在不知所云而已。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